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数据显示 2019年之前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亚太地区 部署和活动强度较低 2014到2018年5年间 海岸警卫队巡逻船 在西太平洋年军部署时间 为50到100天 而2019年暴涨到了300多天 2020年依旧维持高强度 但美国海岸警卫队 想来南海执法 实力还不够 媒体指出 美国海岸警卫队 虽然有超过3000艘舰艇 但其中适合远洋行动的 千敦级以上船只 仅有30艘左右 其中最先进的 传奇级大型巡逻舰 仅8艘 即便如此 美国海警卫队的装备和设施 却存在着很多欠仗 现役的高龄船只 比比皆是 譬如正在被传奇级替代的 汉米尔顿级大型巡逻舰 舰领接近了60年 千敦级中型巡逻舰中的 主力信任级 全部14艘舰的舰领 都超过了50年 另一型主力 文明级中型巡逻舰的 全部13艘舰 舰领通通超过了40年 8019年3月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 卡尔·舒尔茨曾表示 美海岸警卫队 正在用新舰的国家安全舰 和外海巡逻舰替代老旧舰支 但前者仅舰成8艘 后者2022到2023年才能交付 在装备维护和保障设施方面 美海岸警卫队甚至面临着 高达17亿美元的巨大缺口 依靠这样一支高龄 且维护保障不周的舰队 恐怕难以维持高强度的海外部数